隔夜美联储开始了为期两天的一期会议 相关的一期决议将会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发布 夜联市认为近期由加低迷一天发全球市场震荡 美联储不太可能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加息 华尔街日报则是整理了本次声明的五大看点 包括声明用语是否灵活 是否提起市场波动 对经济形势的描述 对通胀的观点 新一批有表决权委员的立场等等